经期紊乱是妇科常见的疾病 一般是因荷尔蒙影响而造成生理的改变 但同样是经期紊乱的症状 可能是潜在的病状未被发现 期美医院妇产部妇女泌尿科主任吴明彬表示 经期紊乱或因到不正常出血不应被轻忽 有的是子宫脐肉 有的是子宫内膜增生 甚至有的是子宫内膜癌造成 我们在门诊常常遇到有月经紊乱的妇女 除了是荷蒙的因素或者是更年期症状以后 其实常常有些是子宫腔里面的病变 比如说常见的有子宫脐肉 子宫肌瘤 或者有的时候是荷蒙的作用 有的是子宫腔的缺损 比如说曾经普产的伤口 有的时候是老婆婆 她子宫内的避孕器已经忘在里面 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些症状 另外有一些令人担心的就是子宫内膜癌 目前在台湾 子宫内膜癌已经超过子宫颈癌 成为复刻癌症的第一位 吴明斌说到 子宫颈是可以诊断这种病因的利器 子宫颈实行子宫内膜破坏数 可以在保留子宫的情况下 达到减少精血量的治疗目的 那利用子宫腔镜 利用子宫腔镜可以有效 在门诊简单的静脉麻醉下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作用 那我们子宫腔镜有软湿跟硬湿 那软湿基本上是只做诊断 可以不麻醉 那硬湿的可以做诊断跟治疗 那我们目前也有在施语做子宫内膜的烧酌素 就是说对精血过多 已经对药物的治疗并不是很理想 那但是他又不希望拿掉子宫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子宫内膜的烧酌破坏数 这样子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当更年期女性出现不规则的子宫出血时 初应及时进行详细问诊 妇科检查 包括做子宫颈抹片及内分泌检查 必要时还要做腹部经阴道超音波检查 记者林优村台能报导